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四十二左右呢 我们还会开放COIN 那平常很二晚打不进来的朋友呢 这个非常欢迎 不过我们今天题目有微调啦 当然也没有设限啦 你要谈谈疫情 谈谈乌克兰 谈谈你觉得最重要的事情都好了 因为我本来今天还打算做网路投票 后来想想算了 因为还在休假 我们等到礼拜三 礼拜四 再来做都没关系啦 因为这几天吵得比较热的是桃园的事情 朱立伦跟罗志强的两个 讲电话讲三个小时 讲到手机应该没电 好 那个我们没有要谈啦 那这个礼拜跟他谈的事情 这个礼拜三 礼拜四 礼拜五 我们再来谈都来得及 反正目以成舟啊 那我这两天就先做个铺陈好了 我们今天那个 今天没有主题吗 这应该阿智我们是两个礼拜了吧 没有贴大纲应该一两个礼拜有了 这位听到片里两个礼拜都没来哦 你也帮帮忙 有一段时间没有在贴run down 所谓的run down那个大纲 我们只有贴那个 今天节目的封面的标题 在荧幕上面给大家看 但是我们每一趴呢 这个我也没偷懒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一定把我的这个run down 传给阿智 阿智一个人看就好了 那其他要了解我们节目大纲朋友 请你看节目 请你听节目 上面都有啊 不是吗 我们每一段的那个 那个标题都会换啊 这个每一段都会有 请你看节目听节目 好不好 那我不会再贴在任何地方 让你去copy 没这回事 欢迎你收看 欢迎你收听 这个特别的感谢 好 我们第一段谈谈乌克兰 跟这个两岸 那第二段我们要谈谈这个修宪 那今天1900我们会问看 是不是会谈谈这个疫情 因为上海的疫情 还有我们台湾 这个这几天确诊都是三位数 这个没关系我们再谈 那个有一个数字跟大家报告一下 就是我们PCR的量能 从2020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 我们一天只有两三千件 那当然也慢慢的这个增加 我刚刚在T台讲说一天两万 这个数字马上就有人传来给我说 很像不是两万 应该是八万多 那这点我特别跟大家 这个更正跟致歉 如果量能全开 一天可以做到八万的话 以台湾的人口 就讲基隆好了 基隆有36万人 如果36万人都做PCR的话 你一天塞八万 那也要四天五天才塞得完 就是量能当时远远的 不够其实两年了 两年了 我不晓得 所以待会我们会再谈疫情 不过我特别要请大家留意 因为也许你是打完三剂 像我一样我也打三剂的疫苗 也许你的体质很好 然后你的抵抗力很好 你很年轻 但是你家里可能有长辈 你家里的长辈跟你的家人 他不见得都有打三剂疫苗 而且他可能有慢性病 人一到的中老年 有慢性病是很正常的 那我很健康 你可能有病毒 你也不知道因为有无症状 或者你是情症 你觉得这个没什么 但是如果你没有注重这个防疫的话 你可能会把你这个事情 传染给你的家人 或者你的家里的长辈 或者没有打疫苗的你的亲朋好友 这个就麻烦 因为我们毕竟疫苗的覆盖率不是百分之百 大家不要轻忽 那现在指挥中心他的做法就是 跟你赌一把 这个没有办法 所以我们待会 会看看是会再谈这个疫情 我们看乌克兰 那这个俄罗斯调动部队 往乌东去集结 那在基辅的这个周遭 这个乌克兰就说 俄罗斯办下了战争罪 说这个屠杀平民 这个种族灭绝 那媒体报导说 有乌克兰的民众是后脑勺被开枪 这个 也是行刑的这个 这种处决 当然这个是 如果这个是真的话 这非常的严重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火 从2月24日到现在一个多月了 那当然我们不是要去形容这个战况的凄惨 俄罗斯的部队 他打了很多地方 只有这个地方 有屠杀吗 因为理论上你应该是攻击乌克兰的这个军队 而不是攻击乌克兰的老百姓 老百姓是手无寸铁 那乌克兰你要做这样的指控 要把证据拿出来 因为我们从战火打到现在 我觉得 当乌克兰他是这个 被攻击的一方 他的这个文宣很厉害 那个各种的宣传 各种的这个 当然也跟他的总统是有关系的 这段时期的这个团队 但是你说这个 媒体战 网络战 讯息战 社群战 什么可能 俄罗斯是吃亏 但我觉得打仗不是这样打的 就是说你各种的宣传 从开打到现在多少的假新闻 太离谱了 这个 我觉得整个大众传播室都应该改写了 从乌克兰的战争 这个可以让很多 这个 这个新闻科系 大众传播学院的这些 这些教授 研究生 好好的做论文 因为这个 这个实在是 这完全颠覆了整个 呃 媒体的这个 我觉得很不应该了 特别是 呃 主流媒体 西方世界的这些大媒体 包括 一些 大的通讯社 公然的造假 呃 呃 这个实在是太 太过分了 太过分 你 我不是要去跟你谈战争 我说从媒体这样讲的话 是不应该这样子 因为你 你整个战争都 失焦了 那整个都偏掉 然后 我不相信任何 包括俄罗斯的媒体播的新闻 我也不相信了 那乌克兰的官方讲的 我也不相信 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可以相信了 你就很难去 呃 讨论乌克兰的这个 这个战火 而且我觉得讨论 俄罗斯怎么打乌克兰 我认为 我很抱歉 我觉得 也没什么意义 你说俄罗斯 这个 各种的军力 陆海空什么都 胜于乌克兰 然后打了这样子 讨论这到底 要干嘛 我不太懂 大家看得很带劲 那是为什么 真的 来我们看这个 我们政府 这个发动乐捐 给乌克兰是9亿3000万 已经截止了 上个礼拜五已经截止了 这个本来 这个 希望的金额是10亿 结果最后 封关的数字是9亿3000多万 这个实在是 我也 我要该怎么讲 那我们的外交部呢 这个 要做这个秀 但是很遗憾的是乌克兰的 官方 乌克兰政府 在台湾是一个官员都没有 没有人 那外交部怎么办呢 只要找一个在台湾的乌克兰人来充当代表 也没有人啊 那你捐给谁呢 总要有人出来秀一下 就找一个乌克兰的朋友 他不是乌克兰官方的任何的官职身份都没有 他就是 陪着外交部做的一个秀 就捐了这个 这个9亿3000万 那 我们看到今天美国的葛莱美奖 泽伦斯基 但当然也不是只有葛莱美奖 他之前在美国英国德国加拿大 北约很多 像日本 这个泽伦斯基他 透过视讯在全世界各国的国会 包括刚刚讲的葛莱美奖 他都会演说嘛 当然也是鼓励大家 呼吁大家去支持深远乌克兰这样 当然他总统的这个 我的意思说 9亿3000万这笔钱 乌克兰政府 尤其是泽伦斯基总统 可以写个推特吗 写个脸书 录一段影片 说非常感谢台湾的这个 这个 心意 台湾的友谊 什么 有很困难 之前我们这边还有立委说 这个泽伦斯基跟这么多国连线 那我们也要连线 他可以跟其他国家视讯 为什么不跟我们视讯 为什么 为什么泽伦斯基不跟我们视讯 也不用也不用久 半个小时 二十分钟都好 就跟我们立法院 是让我们这些立委排排坐 然后就听泽伦斯基讲什么这样 为什么我们热脸去贴人屁股 其实 这个是蔡总统带头捐款 我觉得我没有要怪乌克兰 我没有要怪乌克兰 乌克兰 我没有叫你关系 你自己要捐的 我们如果真的是真心换绝情 是蔡总统带头捐款 总共有12万多笔的捐款 加起来是9亿3千多万 我是觉得莫名其妙 但是没办法 捐都捐了 上个礼拜五都截止的 那这个就是蔡总统他领导国家 做出这样的 我觉得很奇怪 我们为什么是要去捐乌克兰 乌克兰被打 被俄罗斯打 那俄罗斯为什么要打乌克兰 在战争是很无情的 很多乌克兰的老百姓 那两边的军 这个军人就不讲了 我说乌克兰很多老百姓 难民 联合国统计已经超过400万了 之前说300万 就逃出乌克兰难民 超过400万了 那其中一半以上都在波兰 因为这个地缘的关系 他们就跑到波兰去 一半以上都在波兰 乌克兰老百姓是无辜的 那为什么俄罗斯要去打乌克兰 我们捐这钱到底 又是为什么 大家要去思考了 好另外一个这个新的 就是印太经济架构 IPEF In the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就是所谓的印太经济架构 那东协的国家都在观望 那我们的 当我们很早以前就说我们要加入了 反正美国将是我们都要加入 结果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 他在国会这个 他们参议员问他 当然参议员是 是比较对我们友好问他说 台湾要参加这个印太经济架构 问这个美国的贸易代表戴琪 那他没有回应 我们是不是又热脸贴冷屁股 当然站在美国的官方 他很多要考量的 你看看人家东协是在观望 然后我们举手说我们要参加 结果很像是被美国打脸了 这怎么办 别的晚餐 我是沈辉文 那待会我们还是有call in 就是我们待会要讨论的这个题目 也来听听大家的意见 因为我们的国际处境非常的困难 那比如说我们刚提到这个IPEF 这是缩写的 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就是所谓的印太经济架构 那是啥啊 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啊 那你什么东西都不知道 你就要加入什么东东 你以前的TPP是欧巴马总统他要推的 那TPP呢 这个太平洋什么经济伙伴什么协议什么 那是一个大的经济架构 川普上台之后呢 欧巴马做的什么东西 不行 只要是欧巴马做的川普都把他推翻掉 就很像林佳龙推翻胡志强做的东西 胡志强买的公司不行 胡志强推的政策不要 就这样 所以林佳龙当了四年就被干掉 就这么简单 那川普也一样 川普把欧巴马东西通通推翻 川普一任就下台了 那这个虽然CPTP已经跟美国无关了 TPP后来就变成CPTPP CPTPP已经没有美国了 然后现在美国总统换成拜登了嘛 那之前就有人问拜登说 你要不要参加这个CPTPP 我也不要 那所以这个美国发明这个IPEF 什么东西都不晓得我们就说要参加 这也非常的奇怪 那另外呢 这个美国要协助我们去参加WHA跟ICAL 这个世界卫生大会 还有国际民航组织的年会 那我就不晓得讨论这东西是啥子 因为这两个国际组织我们都去过 世界卫生大会我们去了好几年 ICAL我们去过一次 那个年会我们去过一次 胡锦涛做球给连战 当时这个 还是胡锦涛当总书记的时候 那他做球给连战 因为他连战有这个公交有私宜 那我们去参加了一次ICAL 然后WHA我们马政府那时候也去过 他一直被骂 那现在美国 其实那个是退部 我也不认为我们要去参加这种 以官材身份参加的国际组织到底意义何在 这个我是反对的 不过这个因为这个WHA的年会是五月 明年的五月在日内瓦开 那今天四月四号 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来谈这个WHA 那ICAL是三年开一次 那个国际民航组织的年会三年开一次 这当然我不觉得 当然很多人就习惯了 就觉得我们用中华台北 用这种观察员 用这种非会员 非国家的身份去参加国际组织 我认为是没有意义啊 我觉得中华民国这样子参加国际组织是非常的委屈啊 那这么委屈的参加国际组织还得看 这个中华的民共和国的脸色 那大可不必啊 那回到我们今天call in 待会要问大家的题目 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到底是啥 是啥 就是我刚讲说我们的处境是这么的这个艰难 我们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这待会我们call in来请教大家 平常觉得call in很难打的朋友 今天是最好的机会 这个如果是网络投票 YT的设计你只能单选 那我也希望大家单选 因为我讲是最重要最迫切 你总要排一个这个优先顺序嘛 轻重缓急嘛 你觉得台湾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 当你问2300万人 或是你民调问1000多个人 1000多个人可能大家的意见看法都不一样 你今天就不要有任何的这个立场 你也不必猜我个人的答案 因为我的答案我就代表一个人 如果你是大陆的听众我也欢迎 你也可以call in 大陆朋友也可以call in 待会你觉得台湾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你现在人不在台湾 你是侨居旅居在海外的朋友 你觉得台湾是你的故乡你这个 你觉得台湾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从第一个来谈 就所谓的这个修宪修改宪法 我们17年没有修宪了 17年 台湾最重要最迫切的事情是修宪吗 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用猜我想什么 好因为我的答案不重要 我要问你啊 你觉得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事情是修改宪法吗 这17年来我们都没有修宪 我们上次修宪17年前的事情 那我们现在 这个年底就是在民进党这个执政下 可能我们11月26号理论上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民进党完全执政嘛 他又会在11月26号的这个九合一选局 他去绑大选 所谓的修宪公投绑大选 我猜民进党大概就是 所以中选会那个就不要跟我讲那些了 那大概就是这样子了 你觉得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就是修宪吗 台湾最重要的事情是让18岁的年轻人参加投票吗 是这个吗 还是说照这个游锡坤 柯建民 陈迪贝他们讲过的 这是他们公开讲 这不是我不能乱掰啊 他们希望过的是两个案子 一个是18岁公民权 一个是调降修宪的门槛 他是用这两个绑的 这他们公开讲的 所以其他都是 甚至包括18岁公民权都是障眼法 他要的是降低修宪门槛 那我们也跟大家谈了乌克兰的状况 大家很清楚啊 乌克兰就是从当年的修宪一路 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当然也从他们 这个从苏联独立之后的一连串啊 那从三十几年讲起了 1991年嘛 但他们最近的这个事情就从修宪 这个等等等等这样的 那还是说要照这个 调降修宪门槛之后 要去推正民自宪独立 那我问你 那调降修宪门槛是要干嘛 为什么修宪门槛定这么高 他就是不要让你轻易的修宪 甚至他让你连出立法院都很难 其实在2008年啊 国民党全盛时期 国民党在立法院啊 包括友军啊 国民党86席立委 86 学校线的门槛立委是85 所以国民党还多一席啊 那当年也有人讲说 好不容易 竟然能够狂赢嘛 马英九拈过谢唐廷赢了200多万票啊 好然后立委 蓝军有86席啊 那个时候有人讲说 那国民党来修宪好了 因为有86席啊 86席 门槛是85啊 好 那这个修宪门槛 他要求这么高 就是希望他是一个刚性的法律 任何法律跟宪法抵触是无效的 好 那你现在要修宪 是不是在为台独 铺这个路 做这个梦啊 我先把 修宪门槛给他降低啊 你再看看这个 18岁公民权通过之后 邮熙昆讲 邮熙昆说 那个 废考间来讨论也可以啊 邮熙昆说 废考间可能来不及 这个 年底嘛 这个11月26 没关系啊 总统大选再来绑啊 邮熙昆这样 邮院长讲的不是我讲的 他都已经讲成这样子啊 昭然若揭啦 那废考间 是不是要去绑这个修宪门槛 因为那个 大概他有一个 公告的时间要六个月 所以时间可能是来不及的 所以他们 他们这一次 年底先跟你玩18岁 2024总统大选 他吹票才会有动力啊 你一票当总统嘛 一票当立委嘛 一票当修宪啊 吹这个票啊 那这修宪我很感慨是之前啊 这个赵仙他们都有谈过了 赵仙的意思是说这个18岁公民权啊 这赵仙康公开讲的 他说啊 这个国民党这个 应该有这个配套 就说 那 这个不在籍投票 你民进党要 要推这18岁吗 那我国民党这边 我主张 要修改这个 因为不在籍投票 不用修宪 修选办法就好了 但我跟你换嘛 好 就give or take 你本来就是有舍有得 你就是谈判嘛 那不是只有台湾的不在籍投票 包括台商 你都不用回来了 台商以后不用再做 你做飞机回来 投票干啥呢 你就在大陆投票 通讯投票也好 电子投票也好 反正你就不用回来投票 你有中华民国的国籍 你有投票权 海外的朋友 像我们之前中华大选 很多人从美国回来投票 美国林小姐 保罗网也现在回来投票 孙小姐有回来吗 我有点忘了 改天再问她 就是这次中华大选 我们很多 那个 要开多少 张三母是不是没有回来投票 那个休斯顿 就是以后大家都不用回来投票了 你就在美国投 你就在大陆投 你在日本 你有投票这个 你不用回来 你不用买机票 但是你就是要一个 这个完整的票 电子投票 或是通通信投票 那美国 美国的投票就这样子 美国的投票 他们有的根本就不在美国 可是他就直接寄回去 选票寄回去 其他国家都 我们光是台湾 你在台北工作 你户籍在屏东的 你还回屏东投票 天哪这一趟多远 不是 以现在的科技 你不觉得莫名其妙吗 那我请问你 赵先生讲这个 其实我是反对的 我今天讲实际上 我觉得本来就应该不在即投票了 这干嘛跟民进党换呢 你懂我意思吗 这干嘛换 那我请问你 这次修宪不在即投票有换到吗 各位听懂朋友 有换到 刚刚讲的那个不在即投票 通信投票有换到吗 什么都没换到 什么都没换到 国民党就双手投降 你看你会不会吐血 你什么都没换到 这是你 唯一民进党要看国民党脸色的地方 你一般的法案 他不用一般多数决 民进党60几席 他干嘛理你 113的57 他根本不用理你 可是修宪要85 民进党没有85席立委 国民党什么都没换到就投降 我们再来看 也许有人觉得修宪不重要 那两岸重不重要 台湾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 是不是两岸 是不是要避免战争 是不是要恢复征兵 还是这个巨额的贸易顺差 两个问题重不重要 他武统这种威胁 飞弹银弹的威胁 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 是不是两岸 大家可以讨论 你不用我刚讲 你不用猜我的答案是什么 待会我们6点42左右 我们会开放call in 欢迎大家到时候打电话 你觉得台湾最迫切最重要 第一个要解决问题是什么 那天柯文哲也被问 柯文哲民众党不是办了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新春酒会之类的 邀请这个外国的世界 我们民众党要有执政的准备 我们有志气我们要执政 记得问他说 如果当选总统你要做什么 柯文哲就拿去 我的灵感就从那边来了 记得问他说 那如果民众党执政 最先要解决的问题 柯文的答案是说 台湾的问题很多 要分轻重缓急 然后容易做的先做 这个答案我是反对 台湾的问题很多 要分轻重缓急 最重要的一定要先做 最重要的也许很难 但是你要先 最重要的你放后面干嘛 不能拖嘛 有些问题是不能拖的 怎么叫做容易的先做 柯文哲如果当总统 我要去流浪 好那有人觉得经济很重要 因为我们的经济 这几十年来都不好 好我讲这不夸张 我认为台湾的经济 这几十年来都不好 好就韩国瑜讲的 台湾的这个 在三个台大法律系总统 倒退30年 当初韩国瑜是这样讲 2019年的时候 倒退30年 从李登辉末期 我就觉得台湾的经济不行 好那也没办法 问题非常的多 那低薪 这低薪这个很可怕 台湾的月薪的中位数 大概三万三左右 也就是说台湾的受雇者 一半的人的薪水 每个月的薪水 不包括年统奖金跟股票分红 每个月的薪水 在三万三以下 那我们的这个基本工资是两万五 二五二五零 两万五 三万三到两五 这个院局里面有 将近五百万人 他的零的薪水 在两万五到三万三之间 就是低薪的问题很可怕 有人说房价 在台北你要不吃不喝 几年才买得起房子 那在韩国瑜选 这个高雄市长 选总统说讲到 产业升级 这讲了几十年 那个光是自经区 自贸区讲几年 就是做不起来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 就是做不起来啊 自由经济事半区 自由贸易事半区 你为什么做不起来呢 我不懂啊 前几天那个 泰鲁革号一周年 台铁就是没办法改革 一年他就没办法改革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到底问题住在哪 产业升级讲了二十几年 就是没办法升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台湾的很多问题 很多种面向 我待会扣音就是问大家 你觉得台湾最迫切 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那我也不要讲我的答案 因为我怕我讲我的答案 就会影响大家扣音的那个 我有一个先决的条件要讲 因为这次修宪是蔡总统连任之后 他公开讲 我们要修宪了 我2020就讲了 现在已经是2022了 就蔡总统连任之后我就讲了 我说蔡总统说要修宪 那国民党要配合吗 其实听到没有我讲 你可以去调我们2020的非烈碗餐 我2020就讲了 蔡总统说要修宪 建国民党要配合吗 我是一路反对 因为我跟各位讲 我不认为台湾最迫切 最重要的问题是修宪 你要列出台湾最重要的十个问题 绝对没有18岁公民权 十个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 我觉得这十个里面 绝对不会有18岁公民权 因为我觉得那根本不重要 根本不重要 结果我们现在可能要为了 这个不重要的事情 在11月26的这个九合一选举去绑这个大选 到底是不是为什么 我不懂啊 所以 我是在 大家再给我几天 我一定会把它问清楚 然后跟大家讲明白 北的晚餐 我是陈辉文 来来来来 这个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 你认为台湾最迫切最重要 这一个答案啊 好 你就讲你认为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今年打过的朋友不要再打了 现在才4月 你让其他没有打过的朋友打一下 好不好 来来来 以前觉得电话很难打的 今天是最好的 今天是清明节的这个连续假期 02-236-3995 大陆的朋友我也欢迎啊 就你从大陆看台湾 你觉得台湾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啥 好吧 那我们通关密码 通关密码 这个有听我们节目的人就知道通关密码是什么 02-236-3995 我欢迎打电话 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一个答案 没有标准答案 你也别往心里面 你别说 我参与的答案是什么 我答案是什么不重要 你觉得最重要最迫切 最应该去处理的 如果你是总统 兼党主席 你有完全执政的权利 我觉得蔡总统有点可惜 因为从2020他连任到2024他交棒 就是每个总统的第二任 因为你不用连任了 第二任距离九合一选举有两年的时间 2020的一月 他当选 连任到2022的11月有两年的时间 他浪费这两年 他开放的莱猪跟服务 来那个核实 这两年他是浪费掉了 我觉得这个 这是蔡总统可惜的地方 你好你好 哈喽你好 喂喂喂 你好 大哥您上线了 你要讲话 喂喂喂 你好 你好你好您住哪贵姓你好 住新店新廖 廖先生来通关密码来一下来 两个不要怀疑 来来来 廖先生你有打过吗 第一次 第一次打call in 对 好来来 廖先生你觉得台湾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能跟对方坐下来谈啊 嘿 对不对你不谈你再 那不打老虎打苍蝇总是不行啊 嘿 嘿啊 好再来 嘿嘿我我懂得不多啊 就是说 听你很久了然后 嘿 趁今天比较人少跟你加油打气一下 谢谢廖先生谢谢你的加油好吧你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两岸关系就对了 对啊因为像你要说要加入什么国际组织的话 嘿 人家国际都认为你是中国啊 嘿 他不会认为你是中华民国啊 嘿 对啊 所以要跟对岸坐下来谈 嘿啊最好的办法 嘿有谈有机会啦 嘿啊 那谈不拢再说嘛再再来巧嘛 对啊对啊 好谢谢廖先生谢谢你空音进来 谢谢你 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 新店的廖先生 听到没有 不用客气 你电话你终于卡下 02363995 这个没有标准答案啊 好啊也没有什么什么对错或什么的 好你你觉得 因为你看台湾这个局势看台湾的新闻 你觉得最迫切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就这样 好那你说跟对方坐下来谈会不会会不会被骗啊 会不会吃亏啊 会不会大家这个不欢而散什么 当然有可能啊 但是总比打仗好吧 如果谈不拢破局怎么办 到时候要说自己话啊 总是先坐下来 你不要学乌克兰先被打之后再坐下来谈 这什么意思呢 就先谈嘛 谈不拢再说嘛 好不要像乌克兰这样被打得鼻青脸肿再说 我们要我们要和谈 那个都来不及了 来02363995来 菲利晚餐你好 惠惠你好 你好您住哪个姓你好 新店我姓钟 钟小姐 你好 潜水很多年了 别再潜水了 钟小姐 因为你的节目 来来来 你的节目很想看 可是我们上年记者都不太会用你说的那种新的方式 只能听收音机而已 那个两个不要怀疑 好来请说来 嗯 我一直很想那个 没关系慢慢想 宁玄跟那个李国鼎的时代 我们现在这么好的台积电都没有了 真的很可惜啊 台积电还有啦 有啊都是外国人拿在手上的股票啊 80%对 对啊他想要钱他就把它卖掉 他想要高年他就把它买下来这样子 然后坐下来谈啊 好像都没有人支持啊 我们在这边都已经快要凋零了 不晓得等不等得到 我已经快80了 那个中校学生你说你觉得我们最重要的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 坐下来谈啊 要和解啊 那个比利器比不过别人最起码要让他把手背伸出来啊 我觉得为什么那个建立死利的都没有人要用 都要用硬碰硬的用那个鸡蛋去碰石头 是 有点力不从心啊我们 可是中校学我们这几十年不就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现在看年轻人他们有没有在觉醒啊 最近大家都在传说那一个奥斯卡上打巴掌的事情 就是怎么样被媒体操作 他为你什么给你吃什么你的想法就会改变了 那年轻人看到这一则推文以后 他们会不会改变他们的思想还是继续被洗脑 我们已经真的是后浪了 因为要靠大家努力啊 把这个社会风气导正过来 哎呀庄姐你讲的好难啊 社会风气还要导正 对啊那个年轻孩子他们是不是会受到影响啊 就是明哲保身就好了啦不要不要再跟人家那个 这样子是没什么希望年轻人还是要有冲劲要有朝气啦 不要被人家卖来帮人家赎钱我们老一辈都这样讲 好谢谢中小姐 谢谢婚婚加油 谢谢你谢谢拜拜拜拜 谢谢 新店的中小姐 这个七十几块八十了 中小姐因为我们 就如同你讲那我是比较建议大家 你有什么意见可以call in进来 但是如果说 你在这个 公司啊或者你在餐厅啊 或在马路上 跟人家有不同意见什么的 还是不要好了 我讲什么要讲你 诚问你当时 真敢说 说很大声 我私底下我都不谈这个 我跟你讲什么 不管是 这个吃饭啊 或是在外面买东西什么 你诚问 谢谢谢谢 我就跑了 好不好 这个中小姐说 距离力争 不要啦中小姐 以现在的这个 社会氛围跟大环境 你看之前 叶元智被出征 郑立文被出征 徐巧新被出征 在蔡总统领导的这个 这个国家 他现在的社会氛围是这样啊 你修理民进党出征你啊 修理你啊 跑去你脸书洗版啊 去挂啊 自己挂 你有什么意见 自己过来说去跟人家 这个我是 这中小姐这点我们沟通一下 我是觉得不要 好因为你在民人家在暗 你也不晓人家到底是那个 后面什么来头什么 来来来 02363995来 那个我们线上的朋友来 你好 哈喽你好你好 喂你好 您住哪个姓你好 我住台北我姓邮 邮先生 对是的 邮先生来通关密码来 两个不要怀疑 好来请说来 你觉得台湾最最迫切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 很多太多了 会问哥 呃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怎么下架民进党 这个是我觉得最迫切的问题 下架民进党 下架民进党 没有答案 对 对 那因为民进党做了太多事情我们没 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那我们要怎么下架他 可是看起来到目前为止好像 呃人民也都还蛮默许民进党做任何事情的 这个比较有趣 不可思议嘛 所以 有些你刚讲说你也没答案嘛 就如何下架民进党 你也不知道怎么 我也不会没答案 哈哈哈哈 没有 像 那个呃就是反反核实 我们也上街过啊 像也去凝聚力也不够 那我自己也有上街 陪大家走了一段 你说核实啊 呃应该是反那个反反萊猪抱歉 我讲错了 我记得反核实没有人出来 谁出来 我讲错了 是反那个萊猪 你也有站出来 可是后来萊猪共同没过啊 对没有过 就我自己也很伤心也很失望嘛 因为呃我四个都输了 你被人家撵过去 撵的还蛮彻底的 零比四啊 所以所以游先生你觉得 下架民进党是台湾目前最重要 最迫切的事情 但是你你没有答案 你也不晓得要怎么 那我也没答案那怎么办 就就让下一代去处理啊 感觉好像就这样子 你已经讲到下一代 下一代都他们的人啊 下一代 下一代都是念新课刚出来的 下一代去处理 我们只能从自己家里的教育 呃慢慢的 积极一点中华文化在自己的 下一代身上嘛 这样子 只要下一代他们没有 呃没有很对中华文化很反感 那我们在跟他讲的像 好比说我们小说念的 三十斤啊四十五斤啊 他们没有很反感 我们就很开心 这样子 民进党立委都说 国文不要考了你 哈哈哈哈 你越南进啊 OK好 谢谢游先生 谢谢你打进来 谢谢你 拜拜拜拜 来来来 我们还有时间 哎对武器 这还有可以再介意通来 你好你好 哈喽你好 是您住哪个 你好 清北曹奈隆 曹奈隆 好 你到朋友你好 来来来来 富人兄好 来来来来 通关密码来 两个不要怀疑 来来来曹奈来 最迫切最壮的问题是啥 我觉得是都更 老旧 老旧这区的 嘿都更嘿 我 台北 我相信 我我们也住台北 住新北 曹奈你你你你讯号 有也有点那个嘿 好你稍候一下 很多 喂喂喂 喂现在好吗 好多了 你刚刚是干嘛 你刚用耳机啊 对 不能用耳机啦 你新来了 对不起 来来来 你新北哪里 我在健身房 板桥 板桥需要 哪里需要杜根 板桥哪一带 板桥偏一点的地方 靠近合体那边 板桥靠合体啊 对 就是 就是我们讲说板桥 那个大庙啊 我们板桥殡仪馆那附近 你一定要把他讲出来 那边不是 我说大庙 我怕你听不懂 我知道啦 你也好了 你知道 不好意思 听众 对 那边需要杜根吗 我那边现在盖很多 我知道 所以你意思说要把大庙牵走就对了 不但要牵 我是认为不需要牵走 既然已经在那个地方 也没 也没有地方可以找了 我觉得 就让他呆在这个地方 牵走要牵哪里呢 对不对 就让他呆在那个地方不要动了 然后旁边那些房子 房子 我去讲 那是四五十年老公 曹仙 包括台北市也有 你在那边有房子吗 我有 我不是在那附近啊 我在中山路这里 光复桥附近 不是啊 曹仙 我问你 然后你说 台湾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都根 就是老旧的房设一定要尽快拆除更新 不是啦 我要跟你计较就是这个 这个是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吗 国家都快倒了 我觉得是 国家都快倒了 你在弄都根 不是 这次回问最近地震这么多 我很怕台北市 我很担心 台北市台北县的那个 那个老的房子很多了 这是真的 很多很多 四五十年的老公寓 我真的很担心 比比皆是 对 真的 如果万一台北 就说最近的这次地震 好险大家都很平安 是是是 那如果要是万一 有一个真的很大的地震 我说台北市一定会很惨 如果发生在北部的话 希望不要 希望不要 对啦 当然希望不要 但是还是要跟惠文讲一下 上一次的事情很抱歉 我讲那个家瑜那个问题 其实我 曹燕 我说句 你听我讲完 那个惠文兄 我完全是一片好意的心 我知道的 第二 惠文兄 您在我的感觉 您是一个 曹燕 我剩八秒钟 能够对声音都能够记忆的 谢谢 曹燕 先谢谢我时间的关系 你太聪明了 抱歉 谢谢 谢谢 就别记得这事情了 谢谢 明天见 拜拜